中时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 这里是喜马奖书 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叫 什么是民粹主义 作者是著名政治学家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教授 杨维尔纳米勒 如果你关注国际新闻 会发现这两年有一个高频词 民粹主义 同时你还会发现 无论是媒体还是学术界 对民粹主义的定义和看法 显得十分混乱 举个例子 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媒体几乎异口同声地 把他描绘成民粹主义者 特朗普反对非法移民 挑唆种族矛盾 批评全球化 对气候变暖说不屑一顾 坚持美国不必节能减排 果然他执政后 美国就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 特朗普还绕开官方发言机构 直接在自媒体上发声 以至于得了个推特治国的称号 这都被认为是民粹主义者的典型做法 可特朗普的这个现象并不孤立 观察欧洲 东南亚 拉美 这种情况还是很普遍的 从匈牙利的欧尔班 到委内瑞拉的查维斯 从土耳其的埃尔多安 到泰国的英拉 不管这些政治人物互相之间有多少差异 在西方媒体眼中都是民粹主义者 那么到底如何辨识和定义民粹主义 它又为什么强势崛起 成为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 凡此种种 今天要讲的这本 什么是民粹主义 都做了清晰的写答 为人们把握国际政治生态 提供了很好的视角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 作为一种政治现象 民粹主义仅限于实行 西式民主制度的国家和地区 它是这一制度的特殊产物 下面我就围绕三个关键问题 来解读这本书 第一个关键问题 民粹主义者具有哪些行为特征 第二个关键问题 民粹主义者执政后有哪些表现 第三个关键问题 西方社会应当如何应对 民粹主义 好 现在讲第一个关键问题 民粹主义者具有哪些行为特征 民粹主义的英文为populism 直译为平民主义 一般认为 它起源于19世纪中后期的俄国 当时一大批俄罗斯知识分子 深入乡村 把农民组织起来 对抗沙皇专制统治 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 由于他们自称人民的精粹 所以又称民粹派 同一时期美国出现平民党运动 起因是一部分在工业化进程中 失去土地的农民建立政党 提出改革体制 重新分配财富等主张 鼎盛时 平民党是美国除民主党和共和党以外的 第三大政党 无论俄国民粹派 还是美国平民党运动 都逐渐沉寂 没有形成持续的社会影响力 不过民粹主义这个概念得到沿用 政治学家通常用它来指代那些 强调平民价值 宣称自己代表人民全体利益的政党 或政治人物 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西方国家普遍建立起福利制度 人民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 这有助于保持社会稳定 所以这期间民粹主义并不得势 进入20世纪90年代 情况开始变化 随着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 产生了两方面后果 一方面促进全球贸易 提升了人类的整体财富 另一方面 全球化的大部分红利被少数人攫取 致使不同地区 不同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急剧扩大 这就给民粹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土壤 当然 今天民粹主义者的面貌 已经不同于19世纪中后期的 俄国民粹派和美国平民党了 今天的民粹主义者 不仅吸引了更多受众 自身也变得更为错综复杂 用一两句话很难概括 这时候 观察民粹主义者的行为特征 就能帮助人们认清这个政治现象 那么民粹主义者究竟有哪些行为特征呢 根据作者描述 主要有两个 政治上的强烈排他性 和观念上的强烈反精英意识 先讲第一个特征 政治上强烈的排他性 按照西方主流的政治学观点 人民分成不同群体 不同群体的观念和利益千差万别 对某件事的看法往往截然不同 所以某个政党的主张总会有人赞同 有人反对 民主制的作用 就是让代表不同群体的政党竞争 协商妥协 形成一个各方面都能接受的施政方案 从这个角度讲 西方民主制实行多元政治 包容不同派别 容纳各种声音 民粹主义者则反其道行之 他们声称自己代表人民全体 即所有人的利益 这里暗含了一个前提 人民的观念和利益是毫无差别 高度一致的 民粹主义者能完全代表 民粹主义者的言论就反映出这种心态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一开口就是 美国人民如何如何 现任匈牙利总理欧尔班 则把其推行的政策 说成匈牙利全民意志的体现 看起来民粹主义政党像是全民政党 可实际上 民粹主义者所说的人民 已经剔除了一切不赞同他们的人 换言之 谁是人民 民粹主义者说了算 举个例子 2016年英国举行全民公投 同意脱离欧盟 英国独立党领袖 奈吉尔法拉奇兴奋地表示 这是一次真正的人民的胜利 人民的胜利 这就把48%头反对票的人 踢出了英国人的行列 美国民粹主义政客 乔治华莱士更加明目张胆 1963年 他当选亚拉巴马州州长 在就任典礼上叫嚣 我以在这片土地上生存过的 最伟大人民的名义宣布 今天要种族隔离 明天要种族隔离 永远要种族隔离 华莱士口中的最伟大的人民 显然不包括黑人等少数族裔 否则他要隔离谁呢 所以他其实在这里玩了个话术 把少数族裔排除在了美国人民之外 对民粹主义者来说 既然自己足以代表人民全体 其他政治势力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因此民粹主义者反对那种 以多党竞争为特色的多元政治 民粹主义政党内部也呈现出相同特征 这表现为所有成员都服从于一位或若干领袖 比方说 荷兰自由党的一切事物 都由创立者海尔特·维尔德斯掌握 自由党成员 哪怕当选议员 也要接受维尔德斯领导 执行其指令 不过作者指出 民粹主义者一般不会废除民主制 因为他们并非革命政党 不具备武装夺权的能力 执政前他们需要拉拢选民 靠选票上台 执政后则用尽手段获得连任 这个过程中免不了会损害民主制 甚至使之沦为摆设 但选举这一形式不会废弃 反对党也被容许在一定范围内活动 从这个角度说 1933年德国纳粹赢得选举上台时 带有民粹主义色彩 可当他为确保执政地位而废弃选举制 取缔反对党 就不再是民粹主义政党了 反之 今天被西方媒体认为操纵选举的人物 如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 仍然是民粹主义者 因为这两个国家保留了民主制 从理论上讲 埃尔多安和马杜罗都是选民选上去的 国内也都有合法的反对党 再来讲民粹主义者的第二个特征 观念上强烈的反精英意识 这其实是从第一个特征衍生而来的 由于民粹主义者的反精英特征非常鲜明 堪称其标配 所以要单独拿出来说一说 民粹主义者所说的精英 泛指社会上层 如职业政客 企业家 技术官僚 媒体人 可实际上呢 民粹主义者会把所有反对他们的人 都说成精英 而不顾真实情况 随后 民粹主义者把精英同人民对立起来 描绘出一幅两极分化的社会图景 一边是这些显怜寡耻 靠剥削人民过着穷奢极欲生活的精英 另一边则是纯洁无辜 惨遭精英压榨的人民 在这幅图景中 精英不道德 人民道德 精英堕落 人民纯洁 精英就是吸食人民血汗的寄生虫 顺理成章的 民粹主义者将人民 尤其是底层人的不幸 统统归咎于精英的阴谋 当然 谁是精英和谁是人民一样 由民粹主义者说了算 近年来兴起的美国茶党运动认为 美国政府已经被职业政客控制 他们不断扩大权力 谋取私利 损害了美国的立国根基 那就是以自由企业为基础的市场经济 美国南部保守派的观点正相反 他们指控说 华尔街金融集团在操纵美国政府 利用全球化侵蚀人民的利益 东欧的民粹主义者则另有一套说辞 这些年 欧盟领头扬德国和法国 对接受难民和移民持开放态度 并要求其他成员国追随 这引起了波兰 匈牙利等国反弹 这些国家的民粹主义者 就把那些主张融入欧盟的本国人 说成勾结境外势力的叛国分子 为什么同是民粹主义者对精英的认定标准 却大相径庭 道理很简单 他们需要从人民中踢出去的人不一样 相应的 哪些人被称作精英也就不一样 所以民粹主义者嘴里的精英 如同薛定恶的猫 变来变去 万变不离其宗的是 永远有精英与人民为敌 而民粹主义者将代表人民消灭他们 所以民粹主义者一旦当政 就会对现行的民主制度进行改造 以达到这个目的 这涉及到第二个关键问题 民粹主义者执政会有哪些表现 先来讲民粹主义者当政后 首先会做的事情 削弱司法机构的独立性 按照西方民主制的理念 行政 立法 司法应当三权分立 互相制衡 尤其是司法机构 能依据宪法对行政机构的举动政策进行审查 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民粹主义者 因此他们上台后 会想方设法削弱司法机构独立性 2010年 匈牙利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赢得国会选举 清民盟领袖维克多·欧尔班成为总理 他立刻制定法案 对法官的年龄和资历做出种种限制 好把那些跟清民盟立场不一致的法官排除出去 而欧尔班挑选的法官任期又非常长 这意味着匈牙利的司法机构听命于执政党 而无力对其进行监督 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 于2015年执政后也如法炮制 比如授予司法部长任命法官的权利 司法部长是行政官员 法官是司法官员 让司法部长任命法官 在西方媒体看来相当于让行政权干涉司法权 波兰政府因此饱受批评 可他我行我素 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意大利 希腊 土耳其 委内瑞拉等国 看来削弱司法机构的独立性 是民粹主义者执政后的规定动作 紧接着民粹主义者就要对反对党下手了 还是以匈牙利为例 2013年在欧尔班主导下 匈牙利议会通过法案 该法案在议会席位 选举竞争 广告宣传等方面 针对反对党加以种种限制 匈牙利议会席位从386个减少到199个 其中被削减的大多属于反对党 选区重新划分 而划分方式自然对执政的清民盟有利 反对党候选人的参选资质和资金来源受到严格审查 并禁止在公共媒体上做宣传 清民盟则有专门的选举基金机构资助 还能大肆利用媒体资源 这等于将约束行政权的另一个手段 反对党捆住了手脚 难怪作者说 民粹主义者修订法案的目的是限制非民粹主义者的权利 2020年4月 匈牙利议会还通过决议 授予欧尔班有权在无限制的时间内 用法令进行统治 匈牙利绝非个案 民粹主义者当政的国家大多有相类似的举动 当然 民粹主义者毕竟还是在民主选举的框架下 寻求统治合法性 想要连任就必须确保人民继续给他投票 那如何确保呢 答案是给人民好处 笼络选民 像波兰 匈牙利这些 在欧盟中排名靠后的成员国 欧盟委员会每年都会给予可观的资金援助 这笔钱就被各国执政党用于发放补助 收买人心 匈牙利的欧尔班甚至亲自上街 给每一位投他票的人发100欧元 当然了 欧尔班此举更多是作秀 表示自己说到做到 委内瑞拉前总统查维斯的做法是 将石油公司悉数收归国有 重新分配石油收入 并向人民发放福利 据悉 查维斯执政期间 委内瑞拉的贫困人口从75%下降到26% 查维斯借此收获一大批拥盾 到2013年逝世 查维斯已执政近15年 而接班的是他亲点的马杜罗 这时候出问题了 按照查维斯模式 石油是委内瑞拉的命根子 政府超过一半的财政收入都依赖石油出口 可马杜罗刚上任 国际油价就接连走低 重创委内瑞拉经济 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 短短几年 委内瑞拉货币贬值超过95% 失业率飙升 如果你以为马杜罗会黯然下台 那就错了 实际上他到今天还是总统 秘诀很简单 无论如何都要笼络选民 委内瑞拉政府于2015年底 建造100万套住房 2019年又建了300万套 供人民免费居住 条件是不得参加示威游行 选举时还得给马杜罗投票 否则房子将被没收 显然能住进房子的所谓人民 不可能包括所有委内瑞拉人 但没关系 反正谁是人民 民粹主义者说了算 这就证明 民粹主义者的执政基础 只能是一部分受其恩惠的人 而不是他们标榜的人民全体 这势必会引起其他群体的反弹 通常情况下 他们会利用媒体 在野党等抨击现行政策 并指责执政党营私舞弊操纵选举 可别忘了 通过削弱司法独立性 修改法律和选举机制 已经没有什么力量 能有效制约民粹主义者了 退一步讲 即便反对党能团结一致 在议会选举中夺回多数席位 民粹主义者也还有个法宝 那就是获得军方的支持 2015年12月 委内瑞拉反对派组成联合阵营 拿下议会三分之二的席位 随即试图修改宪法 把马杜罗赶下台 马杜罗立刻威胁说 如果你们不听话 我就绕开议会 用军队进行统治 委内瑞拉军方也表态 站在马杜罗一边 受军队威胁 反对党的修宪计划不了了之 民粹主义者靠军方撑腰 这在拉美和东南亚十分普遍 当然也有玩不转的 2011年8月 英拉西纳瓦当选泰国总理 上任后 英拉向农民发放稻米补贴 造成产能过剩 政府不得不花大力气 为稻米寻找销路 英拉还向穷人发放福利大礼包 以拉拢选票 但这损害了中产阶级的利益 他们组成黄山军 要求英拉下台 英拉的支持者则组成红山军 与之对抗 双方的冲突于2014年达到高潮 最终泰国军方发动政变 推翻了英拉政府 从结果看 民粹主义者的确被赶下了台 但这也表明 经过民粹主义者改造 反对党缺少表达诉求 参与决策的正常渠道 只能通过发动军事政变 这样的非正常手段来达到目的 这本身就意味着民主制遭到了严重破坏 而这种破坏短期内难以修复 这又给民粹主义者卷土重来的机会 好 民粹主义者的执政表现就讲到这里 总结一下 民粹主义者上台后 会立刻削弱司法机构独立性 修改法律和选举机制 同时福利大放送 以笼络支持者 遇到强劲的反对力量 他们还会依靠军方给自己撑腰 这一步步可谓层层递进 环环相扣 而目的只有一个 确保民粹主义者连选连任 那么面对如此强势的民粹主义者 西方社会应当如何应对呢 这是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 作者首先批评了西方主流政治势力的两种态度 第一种是针对在野民粹主义政党的 那就是不对话 不合作 将其排挤到政坛边缘 例如 法国前总统萨克奇在选举中 面对民粹主义政党国民阵线的挑战时 以对手违背法国的共和价值观为由 拒绝辩论 甚至无视其存在 这是通行作法 此举看起来是排斥民粹主义 实际效果却是向民粹主义靠拢 为什么呢 前面讲过 民粹主义者的行为特征是排斥异己 反对多元统治 现在主流政治势力用同样的手段对付民粹主义者 跟他们还有什么区别 此外 一味排斥 还有利于民粹主义者强化自己代表人民与精英对抗的人设 赢得更多人同情 这对于遏制民粹主义可没有好处 主流政治势力的另一种态度是针对执政的民粹主义者的 套路是揭露他们并没有兑现竞选承诺 并且存在着严重的贪腐行为 诚然 民粹主义者宣称捍卫人民全体的利益 而在现实中他们总是拉拢社会中下层作为基本盘 损害其他群体的利益 这是民粹主义者的主张具有某种虚伪性 主流政治势力正是抓住了这一点进行攻击 遗憾的是效果并不显著 因为民粹主义者总能找借口为自己辩护 甚至倒打一耙 把负面事件归结为反对党的阴谋 再说了 主流政治势力执政就能完全兑现承诺吗 指控其贪腐杀伤力就更小了 即便你能突破重重阻碍揭发出来 民粹主义支持者要么不相信 要么无所谓 要知道他们都是民粹政策的受益方 同民粹主义者的利益高度捆绑 怎么可能倒戈呢 事实上从匈牙利的欧尔班到委内瑞拉的查维斯 再到泰国的英拉 这些民粹主义者都被爆出过有贪腐行为 但没有一个因此下台的 可见这方面的攻击也没什么效果 既然此路不通怎么办呢 作者提出 对待民粹主义者应当具备两种态度 首先是要承认民粹主义者的主张 有一定的合理性 民粹主义兴起与社会发展不平衡有关 从这个角度讲 民粹主义者将全球化 描绘成少数精英对普罗大众的压榨 虽然不准确 但的确符合许多人的直观感受 美国的民粹主义兴起于2008年次贷危机 欧洲的民粹主义兴起于2012年欧债危机 绝非无缘无故 因为这两场危机都被解读为 精英肆意妄为 坑害民众 作者指出 主流政治势力首先要承认贫富差距 和民众痛苦客观存在 民粹主义者只是煽风点火 放大了公众情绪 而不是无中生有 只有正视这一现实 承认民粹主义者的产生有其合理性 才能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作者的另一个建议是 主流政治势力要主动与民粹主义者对话 简单讲 只要民粹主义者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 不煽动恐怖和暴力 主流政治势力包括传统政党 媒体从业者就有义务同他们接触 并展开对话 这实际上是要求主流政治势力 不要把民粹主义者排挤到社会边缘 而是将其纳入现有制度框架内 同各方一起辩论协商和妥协 这正是西方民主制度的精髓 作者提出这样的建议是基于自身的学术背景 杨维尔纳米勒是战后成长起来的德国知识分子 曾深入研究纳粹为何能控制德国 并造成巨大灾难 他发现纳粹的主张带有强烈的民粹色彩 善于煽动和组织民众 而当时德国乃至欧洲的主流政治势力 简单地把纳粹支持者当成无业游民 只能在社会边缘折腾不起大风浪 所以他们不屑于了解是什么让纳粹受欢迎 更不屑于倾听普通人的诉求 最终让纳粹趁机做大颠覆了民主制度 这个教训是非常惨痛的 当代西方社会绝不能重蹈覆辙 对此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刘晴 在为本书撰写的序言里指出 从实用角度看 作者的建议并非系统方案 不见得能消除民粹主义 但至少能让西方主流政治势力 避免坠入民粹主义的陷阱 在刘晴看来 作者揭示了民粹主义的行为特征 并针对当下的政治现象 提出了敏锐而深邃的批判分析 促使西方社会严肃对待民粹主义 认真思考应对方式 这正是这本书最大的价值所在 好 民粹主义是什么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下期见